作为一个单身汉子 周末小库过得实在有些惨啊 因为走到哪里都是小情侣 你弄我弄得秀恩爱 再加上昨天小库还得知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那就是女神林志玲好像名花有主了 不知道你们叫他野兽男 其实就是朋友嘛 然后大家都说因为你太久没有一个新的男生朋友站在你旁边 就站在你旁边哦 所以就会就是大家就会好像无风捉影这样做一些故事 原来只是男性朋友啊 那就好那就好啊 小库可以放心了 那前天七夕女神你是怎么过的 是不是跟小库一样才在家里没有出门呢 昨天的七夕呢 一早的时候我的经理人给我一盒巧克力 她说七夕情人间快乐 然后我说这是七夕 所以能希望自己在几年之内的七夕能够真正有个男伴跟自己一起度过吗 有时下就会变好 几年内啊 嗯 当然明年哦 有人会许很久以后吗 对啊 嗯 又快又好 有个选一乐 男同胞们还不赶紧行动 温州报道 这是一个梦想闪耀的时代 也是一个理想冷却的时代 我也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下时尚年轻人不同价值观的写照 小时代 优酷独家自制大剧 7月10日即将上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